大家好 歡迎收看星期四下午的節目 一如以往 請了Wuby 上來 Wuby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時候請教你一些渦輪的部署 上個星期沒有見到你 但前個星期我們積極地問你恆生指數的造淡功能 Put 恆子 我相信如果大家看到橫行區間 恆子橫行區間突破向下 之後如果Put 其實到現在都頗和味 連續兩個星期有三日交易日 都曾經一度穿過兩萬八千點水平 現在我們看看 恆生指數暫時近收市的時候 跌幅是收窄了的 今天恆子最低位 真是驚濤蟹浪 因為上證結果是貼近低位收 上證指數我報一報 跌25點2734的位置 而恆子今天最低位27830 其實低位達成300點 由跌400變成跌100 好了 恆子一直沽下來 現在這些水平 老實說 我自己這樣看 我覺得沒得再沽 我反而會覺得 下來了一萬八千點 三次都是失而復得 有些支持 有些支持 我想知道 譬如未說call put的選擇 有些人繼續喜歡put 有沒有資金流 或者數據上的東西 可以讓我看到 過去的 譬如今天也好 昨天也好 在市場情緒 或者資金上 可否揭示到 他們對市場仍然覺得繼續沽 還是開始已經食股 其實如果你說 之前 看你說是call 倫的資金流 應股症的資金流 窩倫的資金流 其實多數都是入恆子的call 倫多些 竟然這麼大 但是這兩天 就變回put倫又多了一點 昨天最多都是騰訊 騰訊的call 多數人都是看call 騰訊來講 經常都是波距反彈 但如果以恆子來說 昨天比較多人流入put倫 有1300多萬 但是唯一比較突出少少的 就是石藥 石藥跌得比較深 差不多8-9%左右 沒錯 去call 倫流出資金流 去到1億4千多萬 其實都很多 如果以輪症的資金來講 如果有1億多 真的算比較多 其實昨天全民逃出借藥 反而反彈的 又以騰訊為主 這樣看法 恆子過去到昨天為止 還有些人去做淡 其實今早我一睡醒 又去看牛熊街貨 去看好淡的情況 今早我見到279 7900和28 還有很多人拿著貼價牛 當然啦 正如剛才所說 低位應該全部都殺了 去到27830 換言之 繼續做淡的人 應該說 禁貼價去拼反彈 斬一斬 究竟會不會導致一個反彈呢 正如剛才我所說 283度 叫做 失而復得 我想問一下 Ruby有沒有介紹些 恆子call 真的用288點call 其實你見到 如果你說以恆子來說 牛熊政 其實好友是進取過淡有很多 他好友 因為其實另一方面 就是淡商出的 熊政已經不貼價 已經最貼到28800 但你見到牛症 雖然昨天打了一些 但最貼的是27900 相對來說 貼很多 而且你見到 是重貨區來的最貼價 想死呀 結果就如願意嘗 昨天算打得少了 昨天也有幾十隻 但之前是打兩百多隻 八幾隻牛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部署 可以看call put 如果你看call 恆子call 例如你看到現在有支持 可以看一隻25578 25578 因為現在看的恆子call put 都喜歡看貼價少少 如果你說太過價外的話 他的時間值損耗 會多些 還有你現在的市場 保守來說 防守性大些 可以選一些貼價證 如果這隻call 就是29000 左右 29000 080 槓桿 都做得比較高一點 因為跌市 所以槓桿做到19倍 8月30日到期 如果你說貼價意思 就是行使價 29000 其實在我心目中 我記得你第一次過來的時候 就教過大家 就由價外 進入價內 那一下就特別爆 我覺得29000 是一個 可以可思的反彈幅度 你是不是都是看會彈回到29000 其實我真的覺得 29000都差不多 我不敢說太多 比到盡 頂籠 29500 吃到才說 但是情況 現在很多東西都超賣 大家都知道 不過 硬是有A股拖後腿 你不會解釋到 為什麼A股每天都會有 二十多點跌出來的 好了 臨界7月6日那個 叫做謀戰的死線 如果大家想反撲的話 我覺得 用28000來做止蝕 挺對的 尤其是以收市為準 好像今天這樣 穿過 但是收市又收穩 終有一天 穿28000 你就斬了你的call 但其實downside100 upside900 都還可以 大家看一下 現在這隻股份的時候 25578這隻call 暫時現在 又看看交易的情況 25578 做3940 正常spread一格 暫時現在跌4% 19倍槓桿 今天其實都 三十多萬交頭 阻礙 都可以的 其實我覺得最可取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顯著的spread 一格而已 二出二入 如果 call就說 兩萬九而已 但是 今天都穿過兩萬八 其實 兩萬八是否真的這麼貼底 我想大家都不敢擔保 如果回到頭 痕子要put的 有些甚麼選擇 如果要put的話 都是跟之前介紹的一樣 那隻都是叫做 叫近的價 都算是屬於貼價的 現在價內了 二萬九千二百點 一隻 是 行使價大概10倍 9月27日到期 24792 24792 如果我看回24792的圖 你肯定這隻就是我們之前推的 是的 一直都推的 好 我如果看回較早之前 如果行使 你當時叫過大家put 好像 二萬九千五 行使橫行跌破的時候 相信 就大概 看看 現在 應該 最顯著就是6月19日那一刻 是 如果6月19日 可以試價136 現在已經變成206 其實賺了7毫 是賺了50% 現在 跌穿295 現在281 即是說 在1400內 賺了50% 來到這些位置 看看你還會不會繼續搏 下方 其實就 275 269 我暫時看的 這個分別是 上年8月和9月的低位 276 269 我很肯定的一件事 是大方向是向下的 不過是否要在現在 再去搏多276和269呢 這件事大家想 因為似乎 市值在28000的位置 進手 大家儘管看看 看看明天的情況 7月6日的情況 其實是的 美國遲我們12個小時 進入7月6日 阿爺就說他不會響第一槍 即是說 美國佬 12點鐘 震入凌晨的時候 我們明早中 52點 看看那些時候 會不會有些特別大的事情發生 先再算 如果 恆子來到這些位置 不博恆子 好嗎 我覺得 股份方面 騰訊 直博 騰訊資金流上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看到 騰訊資金流 其實和大家看回 差不多每一天 都是流入他的call 多些 因為他跌得多些 人就是博反彈 如果你說 過去一個間的日 就是昨天來說 最多資金流入 如果你說 看完五天來說 其實都可以和大家看回 騰訊最多流入的都是騰訊 對嗎 如果你計算五天來說 資金流入的 騰訊有四千五百幾萬 其次就是我剛才說 人們喜歡買恆子call 博反彈 就是騰訊 恆子平安 碧桂園建行 這幾隻其實 每個都在博反彈 你計算資金來說 如果你說騰訊 昨天 很多人現在看 都是看貼價的call 好像是12672 這隻是最受歡迎的 昨天很多資金流入 這隻call 因為這隻在390元 390.2 槓桿有10倍 真的很近 9月24日 所以現在就喜歡 選一些貼價來玩 390如果要彈起來 一天搞定 我心目中 現在騰訊 大家儘管看看排盤 當然 當然 我很緊張 在剛才 午後的時候 700 騰訊 其實穿過去 380樓下 3792是今天低位 還記得在四日前 上個禮拜中的時候 375都見過 好了 那又是了 其實一切都是有數得計 當浪費4元 384元 向下最多輸4元 301穿即走 不會輸死人 但情況就是 向上 我不只看309 我覺得 400齊頭關 會有些血肉長城 但在我心目中 大家跟開我的 大概都知道 405 還可以多5元 如果向上看405 現在向下是4元 我覺得這隻ok 因為恆子你多東西估 你不知道 究竟騰訊升的時候 會不會其他東西跌 你知道石藥都幫忙 跌很多 拖低了 是啊 所以呢 乾乾淨淨 搞一隻700 倒四元 向上 21元 儘管看看 現在的走勢方面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 今天是沒有穿過 四日前的低位 而剛才你所說的那隻 就是12672 12672 來到這些位置 我覺得又是時候了 其實你看到圖跟足 跟足的話 應該就沒有什麼脫漏 都可以值得大家考慮 因為其實700 它都是在250天線增持的 是啊 所以特別是那時候 比較多人進去的call 沒錯 因為我會遇到這些位置 其實恆子又去到28,000 騰訊又去到38,000 其實應該站倒一下 不過真的 你唯一是猜不到A股 所以如果你不想猜A股 你就去猜個股 因為A股動到國子 動到恆子 到目前為止 A股其實都是弱 但是 就好視乎 究竟怎樣去應對貿戰的情況 如果我覺得貿戰 是沒有什麼特別驚訝的話 其實 藍炒博騰訊 如果國企 可能我會看內訪 內訪又如何呢 最近的走勢 內訪因為之前它跌完 所以都有一陣子 就是駁回他的call 最近其實是很薄的 因為其實它每次跌完 它一定是反彈的 內訪每一次都是這樣 它跌得比較深一點 一跌跌到700% 5-6%都有 但第二天 多數它都會反彈 可能之前的消息就是2007 是的 我也想看 2007 三棍大陰燭裏面 由15個多元錢跌到12 15個半跌到12個半 沒有了3元 即是沒有了2成 就在三天裡面發生 其實如果播一個超跌反彈 我覺得這隻 有得考慮 因為又是 今天呢 不失四天之前的低位 還要是開陽足的 2007又如何部署呢 如果要call 2007 2007的話 可以看一隻15032 這隻屬於現在市場上 比較受歡迎一點點 可能都是看貼價證 即是大家都會玩的 即是防守性 打算是大一點點 薄小彈 是的 所以這隻槓桿都有四倍 12.88%半 12月6日到期的 就是15032 15032 我特別留意到 這隻股份 算上今天 連續第六天 很大成交 就不知道是不是呢 又是有資金會湧進去還是怎樣呢 這個圖畫呢 我們未必看到 但是我會發現呢 在過去 尤其是呢 最後一日 陰燭 其實當日也反映了 正股當日再下跌的時候呢 過去一二三四五五日呢 包括今天呢 其實都很大成交 在這隻卵那裡 那不排除呢 下來低位呢 真的有一些 薄反彈 如果你真的找一隻近價的 這隻是多少呢 這隻現在是 價內了 好像1%左右 價內 即是享受不到 那一下 那一下 行駛價 由價內 變成價內 是的 價內了 現在是貼價的了 但是呢 就起碼捕捉到 捕捉到你那個 如果股價是反彈的時候 現在就價內了 那一隻股就應該4.1倍 實際上 那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會這樣看 其實大家呢 剛才呢 就說了幾隻 當然回頭會繼續說 但是呢 歸納出一件事 大市去到2萬8 不知道A股要怎樣 但是呢 如果要駁藍籌彈 700應該是可以幫到指數彈的 那國企方面 內地中資股方面呢 內房有得想 因為始終累積跌幅多 還有我都很贊成你的 其實如果市呢 不用太遷就 在麻木那麼衰呢 其實呢 大家都會看到 2007碧桂園呢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上個禮拜尾呢 一日是彈一成 大家看到 所以 又即可留意一下 好了 現在呢 恆指收市了 進入經加時段 跌百一點 二萬八千一百三十一點 我們去到廣告之後 回來再講 好了 又回來了 正如剛才所講 恆生指數呢 進入經加時段 暫時跌百一點 左近的位置 那麼 成交方面呢 不多 繼續都是 八百零億左右 現在呢 八百八十八億 啊 那麼 暫時走勢方面 是一個V彈 那儘管 跟大家呢 掃一掃 直到目前為止呢 那二十大成交 額綁先 都看一下 今天有沒有什麼移動 其實今天呢 移動的移動在呢 很多股份呢 衝低 但是又收回到 騰訊都有 騰訊 騰訊 有兩個四 對呀 因為剛才我還在看它一元升幅 對呀 現在暫時跌得高一點點 平保也是不爭氣的 平保也是七十元以下 現在 港交所跌兩個 糟糕 港交所這件事是沉底的 港交所沉入很多潑 對呀 全部資金流入潑 其實因為呢 它都多不好消息 小米又好像說不理想 小米肯定破法 還有另外一隻 那隻什麼VLab 又是不用同股不同權 又是用傳統方式上市 都是吵架的 所以其實昨天都比較多人 看它潑 其實留意一下 港交所曾經三個水 但是現在你這些位置 還可以再還多少少 因為它起步點220 現在都還有七元 當然 大家都是看回市那裏 究竟如果市彈 它都會有少少彈 但是它偏弱的 因為它的基本因素 像Ruby所說的 IPO 不似預期 還有 市氣氛又不好 市氣氛最主宰 港交所走勢 建行它都算硬正 建行今天好一點 對 它之前七元那裏都增錢 算是這樣的 因為A股跌二十幾點的時候 中資銀行都可以走好一點 若明跌得稅 跌5.6的百分點 海油跌2.6 今早提過大家 其實特朗普每晚都還在說 包括昨晚 還在說油價短期有點高 所以油價可能會有機會在前頂受壓 油就沒有那麼直撥 但是 剛才又講開來房 我想跟大家講講 恆大 因為恆大 雖然最近出了一個消售數據 不算理想 但是 有一件事支持到它的股價 就是 就是年日的回購 包括昨天 管理層方面 蓄資2.86億 在牆內回購了1400多萬股 作價19.3至20.8 正正是現在20.8這些位置 其實今天強行 現在都用上來平手 而是連續四天大成交 剛才博二零零七反彈 恆大如果真的這麼多的回購 封住虧本門 20元 集團幫你買回來 所以這隻都很薄 恆大信心大 即是看到它現在 我們準備都有兩隻新上市 會出的 7月6日出的 那你說現在 星期五 即是明天 明天出的 一開 如果你說今日的話 還可以看一隻12929 12929 8月8日到期 有差不多10倍槓桿 但如果你說至於 喜歡看貼價論的話 如果明天上市的話 可以看一隻22618 那隻都現在 行使價21.88 要貼價一點 但19年1月才到期 真是長年期的鈴 是 如果有新的兩隻 可能新的兩隻又理想些 是 你剛才說21到幾 21.88 21.88 現在是20.8 即是駁一元 約5%的反彈幅度 其實OK 因為如果剛才 Existing的12929 就是26.88 就軟價一點 如果這隻來說 比較薄一點 因為剩下的日子不多 因為剩下的日子 12929 剩下的日子28日 除非你對恆達很有信心 是的 其實這個就不望入回價 因為29%的價外 純粹看它10倍槓桿 是的 還有現在競價時段 可能沒有排盤 始終去到兩仙幾 兩仙幾 變成你一格 我當你三仙的 三仙一格 三仙一格 一格是3% 所以如果大家 扔錢下去 會浮動得很厲害 大家儘管看看 譬如跌三格 已經一成了 可能去敲一下 剛才那隻 剛才那隻 多說一次的號碼 可以嗎 剛剛的號碼 就是22618 那這兩仙有什麼分別呢 22618和615 行駛價不同 如果2618的話 就21.88 就貼價一點的 如果22615的話 就23.88 但你到期日其實一樣的了 只不過行駛價方面不同 如果大家真的玩起來 可以先玩618 到價入價之後 再轉23.88 那又可以 會玩是這樣玩 是啊 我是自己玩 但是 沒有叫大家玩 大家自己可以留意一下 玩熟的那些 應該都知道怎麼搞的 內房OK 如果上半年 教育約股 約股呢 去到這些位置 其實今早才有人問我 我的六保六業 2186 來到這些位置 還有沒有得罵 他們不看多的 只看8.1 8.09 2186的話 如果你看這隻貼價一點點 就是21337 21337 21337 這隻就7.88 貼價還是未到價 19年3月到期 如果7.78 其實就很快 7.88 很快 很快 但如果選一隻貼價一點點 你看到鈴價比較貴一點 2號 如果現在比較多人看 就是11667 因為便宜一點 面積低一點 不要說便宜一點 7.9 11667 這隻就9.88 11月5號到期 是 暫時見到一兩隻 雖然大家都少成交一點 但後者7.9那隻 就慢為單位 之前那隻數千元 可能交頭就沒那麼活躍 都真的多少少人選 就是11667 這樣的情況 現在再看看 恆子定了 好 經價時段完了 越跌越少 咦 還有有件事令大家興奮 期指正在升107點 現貨收窄到59點跌幅 28182 而期指高水50點 還記得 期指在今早 由昨天的低水200 接著有兩家內銀 隨息 接著變成低水100 好了 現在變成高水50 期指正在升107點 有些看頭 究竟會不會恆子 去到28000點的水平 真的要離一旦 我想 看看明天 恆子方面 可不可以 有些A股眷顧 都真的要看A股短度 恆子有沒有去向 即是看他明天 我只知道 今晚 昨晚沒有美股 我就唯有看著阿爺 今晚有美股 我又要看多個瘋 今晚 昨天沒有美股 其實大家又見到一顆星 沒有人說一顆星一定是無敵 但一顆星 起碼給了你少少希望 就是有些代變的格局 今天恆子開市價 其實是修復了的 今天是開28101 現在修是28182 即是說有71點的陽足仔 好過沒有 希望在明天 起碼好過在低位收 大家儘管去看看 現在來到這些位置 不如 一天問你問題 是不是 問什麼 我見到1398了 他問 Should I sell 1398 他說7.1買 Should I sell 我一句說完 待會你再補多個call給我 Ruby 1398 你沒理由現在才問 售不售 首先恆子謙跌到我覺得 即是 我經常都要戴多頭盔 跌到我覺得沒得跌 除非A股繼續 砰砰聲一點 如果A股 奇奇理理 恆子28000 第一浪 我不是說現在要見大底 我真的覺得第一階段告終 第一階段 叫做高一段落 是時候彈回1000 沒理由走了 工行 你今天叫做 今天的跳空是垂淨了 不用太擔心的 今天是垂淨了 2號4,08的息率 我想問問Wuby 我答過網友 就說 保持他的ST 保持住 保持住 你7.1買的話 保持住 但是 如果想部署 做回上 既然現在這樣 其實又好像冷靜 如果 call 1398 如何 call 1398 現在最多人在看的是21682 21682 8.9倍槓桿 12月尾 今天出的嗎 不是今天出的 為何我只見到一棍 讓我看看 是否 6月29日出 都算比較新 OK 現在來說 今天都叫做多人撲 公行的話 叫做比較受歡迎的 是 今天暫時 現在做1毫三先錄 夠了 長生 時間大把 加外 可以博到 九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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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 看回行使價方面 是6.7 現在1398 是5.53 如果回答ST 你有股份 你應該看多少 我覺得 應該可以看多少 例如 6.24 我想早前 較早前 公行 今天 其實除靜 扣了 除息 其實 價錢應該沒有明顯 進一步跌幅 其實今天還在升6元 收市 我會看早前 不會彈很多 當然 當然最理想 其實彈回到之前的橫行位 但是老實 升穿的橫行位的可能性 其實是較低的 我變成6.4的位置 其實是較低的 不如逐步逐步來 6.24 然後才到6.4 如果現在市場 仍然是一個反彈 雖然你的入價是7對1 我老實說 短期是不會去7對1 6.4都很難很難 但是呢 留多一會兒 彈回一些 彈回一些 輸少一些 或者如果沒有課的朋友仔 如果你們想搏 用內銀來搏回大肆反彈的話 就想想這一隻 如果是的話 例如你看6.24 你可以看一隻 可以看一隻明天上市 因為明天其實都有一堆 的call on上市 22621 這隻就貼價少少6元 例如你看6.24 這隻就可以度假 12月20日到期 明天上市這隻公行的call 就貪它可以在短短的反彈幅度裏面 價外就變成價內 是 22621 好啊 暫時來看就看到這裏 在臨收節目之前 再看完 現在暫時期指方面 都還可以反彈到近82點 去到和現價都貼水 暫時只是低水19點坐近 好啊 WUBY 多謝你 今星期四的節目又完 明天早9點15分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